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的每一步都踏在历史上 也创造出属于自己的下一个传奇 在西汉之前有一条古道 连接着中国和东南亚南亚 佛教通过南方丝绸之路由印度传入 中外商谷行客通过古道互通货物 当地的民族跨境而居 互相同婚互相往来 2300年来从未间断 这条古道在西元前四世纪便已开通 是中国三条古丝绸之路中最早的一条 它被称为蜀渊独道 关于这条传奇的南四路有个说法 据说西元前126年汉武帝派出四路人马前往探索 却被藏在深山峻岭中的当地部族阻挡 终未能完成对冤毒的探险 今天大四路的旅程将带领大家前进四川 寻找这条南方丝绸之路 可以终于来到了四川成都了 这里是我们在南方四路上的起点 过去南四路称为蜀渊独道 这渊独两个字不说大家可能不知道 其实渊独指的就是印度的古城 那我们也将从这成都出发 然后经过这云南 出辽国到尼泊尔再到印度 我们要带大家走一趟南方四路 那我们都知道这过去这成都 它是古属文明的发源地 那我们要带大家来看看这里的古文明 尝尝这道地的川菜 抱抱这大熊猫 不知道能不能抱得到啦 看看也不错啦 那这里呢 其实我所在的位置叫做天府广场 那这里呢 是位在市中心 它是最热闹的地方 那我们就从这个地方开始带大家 好好的感受一下这城市的魅力 走 成都市四川省的首府 也是我们南四路探访行程的起点 先带大家逛一逛 感受一下这座国际大都会的氛围 你会发觉真的是相当的热闹 有没有看到那一旁 商家林立 这卖的东西琳琅满目 而且这人潮汹涌 逛街人是络绎不绝啊 这里呢 这是最热闹的春溪路步行街 将感受成都繁华的景况 到春溪路逛逛 这没错 这里也是背包客票选 欣赏美女最好的地点哦 成都历经四千多年的历史 又天府巨国的美城 想要了解南四路 得先认识古蜀文明 金沙遗址是我们看访的重点 现在来到金沙遗址博物馆 那这个博物馆呢 你发觉它建筑好像很特别 那过去呢 这其实是一个施工的工地 那当时在工程的进行当中 挖掘到了一些古文明 于是呢立即停工 并且呢 把这个地方是改成了一个 这个博物馆 然后我们要看的这个古蜀文明 就在里头 走吧 进去一探就近 2001年2月8号傍晚 成都市公安局的锦铃声大作 报警的是当地村民 挖出宝贝的现场 就是眼前的这片 考古现场 而挖出的宝贝便是玉丛 根据考古鉴定 这是4000年前 夏朝许起文物 接着出土大批的象牙 与精湛工艺打造的精气 令人难以想象 当时古蜀国繁华的程度 跟着可以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我们现在所在呢 就是当时金沙遗址 考古发掘的现场 那么眼前大家看到的 这个面积呢 是只有整个祭祀区的一半左右 在这儿进行的上层的一个发掘 我们现在呢 进行探测整个遗址的面积呢 超过五平方公里以上 也就是说 现在在这儿出的文物呢 只是冰山一角 现在呢 金沙遗址对于我们来说 还有很多的未解之谜 去考证金沙遗址所出土的象牙 将近一顿 巨大的象牙长达两公区 这么多的大象牙来自哪里 适合用途 真的是令人匪夷所思 经鉴定之后呢 象牙它都是亚洲象的种群 亚洲象和非洲象不一样 非洲象它是公象母象都有象牙 而我们这个亚洲象它只有 公象有象牙 所以这边成敦的亚洲象象牙 在这儿堆积 我们认为不是一个 自然的动物死亡的场所 应该是人们刻意地收集在这儿 给它作为一个特殊的 处理一个堆积在这儿 作为祭祀来使用 据专家的说法 这些遗址现场是祭祀区 故这些象牙是祭祀用的法器 也说不一定 而令人惊讶的 还有这数量庞大的乌木群 医治中出土的大量淘气与玉气 还有镇馆之宝太阳神鸟 与金面具 带大家去开开眼界 那么眼前我们看到这就是 现在本馆的镇馆之宝太阳神鸟 今是原件的出土壁 当时我们知道黄金很软 所以当时这件太阳神鸟出土的时候 情况是这样的 它被地层挤压 揉叠 皱在一起 是一个小金球 非常的不起眼 小金球 是的 我们是给泥土进行清理的时候 看看有没有文物 遗漏文物的清理 然后从土堆里面给它扒出来 而且展开之后 靠工虽然非常的吃惊 他自己好好的皱了几千年 没有任何的破损 我们出土之后 也没有进行修补和加工 那么他们是在河流里面 自然的沙晶淘起来 然后直接加热断达 车一跌倒 在我们这边出土的清气 数量超过三百件 而且含金量都非常的高 用咱们现在的话 可以说都是K金啊 18K金啊 太阳神鸟金序是个直径125厘米 厚度仅0.2厘米的圆形金箔 分为内外两层 内层有12条镂空顺时针旋转的弧形光芒 象征着太阳 外侧有四只镂空的鸟形纹续 象征着金屋辅置 在博物馆中我们发现了南四路上 常用的交易货币 海贝的踪迹 这正可以验证在三千年前 商道便已存在 接下来可以要带大家去经理一条街 那里的建筑都是房谷的 这个古色古香 带大家去见识一下成都的夜生活 顺便吃吃当地的小吃 走吧 这里就是经理一条街 来到这边 你会发觉这边真的是相当热闹 而且听说这里是越夜越美丽 看到这个大门 看进去全部都是房谷的建筑 很有味道 至于里面有什么好吃好玩的呢 可以第一次来到这边 当然不清楚了 不过我们进去见识见识 走 经理一条街最早可追溯到晴汉时期 那时老街便已存在 现存的基本上 都是改建后的房谷建筑 这里头好吃好玩 小吃特别的多 可以我在这边看到一个 香香熟悉的东西 有没有看到龙潮手 其实在台湾这红油潮手相当有名 其实这是当地的特色小吃 在这边叫做龙潮手 肚鸡有点热 点一份来试试看好了 拿到这碗龙潮手就一看 其实这样看起来清淡许多 吃试看好了 馅料上的饱满 但是皮好像比台湾这红油潮手 稍微厚了一点点 不算很有味道 老屋子里有卖着小吃美食的 有着现代的灵魂 在古今之间游走 感受老成都的魅力 如果大家想要来感受一下 这古城镇的魅力 其实经历一条件 真的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可以来到这边呢 看看卖的东西 不管吃的玩的琳琅满目 相当的有趣 不过我们知道 这里都是仿古建筑 明天带大家看的是真正的古迹 要大家去见识一下 建门关古战道 来到建门关所在的建閣县 我们要先带大家到老县城里逛逛 这里是二手陕西路川耀道的重镇 如今是个农业大县 可以现在来到建閣县的县城 那其实建閣县的县城有分两个 一个是新县城 一个是老县城 可以来到这个地方叫做老县城 说他老 看一看这个建筑真的很老 真的古色古香啊 据说这建筑是建于清朝时期 现在可以带大家好好去感受一下 这老县城的魅力 走 建门关 建门关距老县城三十公里 历来为兵杂必争局地 这里便是历史上居民的三国武战场 离开县城 现在来到建门关 我们刚刚沿途都可以看到 有很多有关三国故事的塑像 然后就陈述着当时这样的一个 战阵的景象 有没有看到我背后啊 这里有一个这个塑像群 看得出来是将军像 但不知道是谁 我们请魏小姐跟我们分享一下 这个到底是谁啊 下面这一位就是咱们这儿最重要的 姜维大将军啊 姜维 对 这三位呢是他的手下大将 张艺 董绝 廖花 对 听过 不过呢我有一个疑问哦 因为看那个表情好像都不太开心耶 对啊 是 为什么呢 对啊 这个是已经到了蜀国末期了 是啊 所以是打败仗了 对 打败仗了 对啊 好 没有关系 那我们现在先进去看一看这个 建门关好不好 好 进去再好好的来跟各位介绍介绍 好的 走这边 走这边 当年三国徐旗诸葛亮修建蜀道 建此地地形陡峭 两扇峡谷间许天然观岸 于是就续修建了观岸为蜀汉屏隐 诸葛亮死后 将为在此率兵抵挡中会十万卫军 直到蜀汉香味 老天真的作美啊 现在雨啊变小了 背后呢 这是我的偶像啊 诸葛亮 大家看这个样子 应该都猜到了吧 那我们现在来到的就是 建门关了 对 对 那我一个疑问啊 为什么建门关上写了 建阁两个字 建门关啊 就跟你的偶像有关了 是 怎么说 嗯 在公元二百二十七年的时候 当年的属相 朱格亮呢 旅出齐山 北伐中原之是古典此列 嗯 当然因为建阁这一代的地理形式 山式陡峭 对 异守南宫 对 所以成像呢 在此呢 招式架空修建 飞梁格道 山式里 并且在这个山亚之间 中间呢 累世为官 是 建官设位 并且设格位把守 防御外敌 所以他古称为建阁 唐代大师人 李白蜀道南宗 是这么说的 皇后之妃 尚不得过 元老玉渡 筹判圆 依夫当官 万夫勿开 具体形容出 建门关的监与险 是座一守南宫的官城 除了关外呢 你会发觉 这眼前的景象 真的太壮阔了 跟这嘉宇官看到 这戈壁滩 完全不一样的感受 其实这趟呢 走在南宿路上 严格来说 这起点啊 一样是西安 然后到了这广陵地站 然后其实这条古道啊 是两千多年前 就已经存在了 对不对 对 那相当于那时候 两千多年前是 春秋战国时期 对啊 对啊 所以呢 真的是啊 历史悠久啊 而且你看到 雾气更浓了 非常漂亮 真的 离开建门关 我们继续古道探访的行程 带您来到建门关 古暑道中的一段 翠云狼这里 据我所知呢 这翠云狼啊 它是全世界独一无二的 这两旁啊 都是柏树 而且重点是 听说这个柏树呢 还有上千年的历史啊 这些柏树是谁种的 这个种的人太多了 是 历史上有七个朝代 哇 对啊 但是大家想知道 最著名的是哪一次吗 当然啊 三国时尚 哇 非常熟悉的张飞将军 张飞会种树 对啊 不过呢 大家不要乱猜啊 他是夏令手下的士兵种的 是 对啊 咱们当年呢 驻守巴西 现在的浪中古城那边 嗯嗯 而先祖刘备在成都这方向 他们两人军事上的来往 是 非常的频繁 古时候 从浪中方向往成都这边走 会经过图形 咱们进过信城 嗯嗯嗯 传递信使的这个人员呢 是 经常走凑了路 耽搁了军情 所以将军当年呢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嗯嗯嗯 给邮差认路 所以就在关道两旁 下令直属直播 原来是要让人家来认路用的 对 直属表道 所以呢 大家把这一次呢 又称为张飞版 好吧 那想必一定是非常漂亮 那我们赶紧过去看一看好了 好 好 走 走 翠英朗以建格县城为中心 南至朗中西至紫童 北至昭华 长三百余里的古艺道 共有八千多株古活 一道古坡千字百态 这里古坡不仅姿态奇异 几乎每株古坡都有自己的方名 掌控和穿梭 这是最大的一棵树啊 对啊 天啊 这是要几个人环抱才抱得起来啊 七个 七个人啊 对 真的是很大啊 对 所以照来说这应该是种最久的了 对 最久的 大概是什么时候种的 2000年以前秦朝啊 翠英朗上古坡栽植时间 尚起秦汉下至明朝中叶 历经两千余年 随着古蜀道的开拓 与异道的修整 路旁留有自然生长树木 加上大量人工栽植的行道树 逐渐形成数百里的林荫大道 前面还有更精彩的 让咱们继续看一看 等一下 男的机会 就是面对这个千年古树啊 一定要好好地跟它这个感受一下 它的这个灵气啊 跟它沟通沟通 好 去吧 抱一下 这样我真的真的是满足了 是 你刚才有没有听到 咱们这个大树跟你讲什么呢 肯定有啊 大树说啊 为什么呢 这阿斗在那边避雨的时候 他有看到 而且这张飞呢 在这边种树的时候 他也有看到 他说他是最佳的见证人 对 要大家不要忽略他 对 好啦 对了 他有说啊 下次有空 记得再来看看他 好啊 好啦 这个方向吗 对 这边 好 最狼其中 由清凉桥去梁山铺 有一段很特别的古一道 跟着我们去开开眼界吧 顺着这村云郎呢 沿途走到这里啊 你会发觉这一旁 真的都是这个古柏树啊 对 相当有味道 真的铺在地上了 全部都是古迹 而且我刚刚走过来 我很好奇哦 这旁边怎么有一整排的护栏啊 全部用石头堆砌的 这个护栏啊 南马墙 南马墙 对 这个是 古代的时候呢 官家防治呢 这个传递信使的人员 骑上马皮在悬崖边上 掉落下去 所以呢 也就是说那垒漆 用这个青石头垒漆 半人高的小城墙 而它是加用铜油 加石灰 再加糯米 当这样的沾合剂 把这样的石头给垒漆而成 所以不光是 所以故名思义了 南马墙 所以不光是把这个石头堆上去而已 它还把它这个黏着再上去 对 这里青石扑面的古道跟南马墙 真的是很特别 沿途路旁有古博两百三十多株 是古一道原貌保存最明显 最完整的一段 走在古道上的感觉 让人有无限的想象浮上心头 雷小姐 因为我们这条路 刚刚我们从这个垂云楼走到这边嘛 对 那它这条路大概通往哪边 究竟有多长 这条路是一直通往成都去的 成都啊 对啊 从汉中 陕西汉中过来 哇 那全长多少 全长是六百公里啊 六百公里 那包括我们今天早上去那个建门关 它有通到这里吗 通到这里 所以也是通到这边了 也就是说啊 如果这个观众朋友来到这里啊 我们都可以从这个汉中 然后走到建门关 然后经过崔云廊来到这边 然后再接着走到成都啊 对 真的是好的开始啊 因为我们走在这次路上 而且呢 跟过去的感觉不一样的是啊 过去我们在北四路上走的啊 都不是人做出来的路 也不是这么说啦 就是这个路没有那么明显 但是来到这里呢 走这段路呢 你会发觉哇 这条路都是人为打造出来的 它就是一条这个古道 不过呢 说真的 这走了一大段路啊 肚子有那么一点点饿 哦 那你知道建门关的美食特色 有没有吃啊 当然知道 我来之前啊 有做这个功课 我知道这边的豆腐很有名 想不想中午去品尝一下呀 好啊 当然没问题啊 那我们去吃豆腐吗 好吧 好 品尝豆腐 建个镇特别适合栽种黄豆 又以人工制作出的豆腐 白嫩细香 我们先来听听小魏的介绍 咱们这个豆腐呢 就是当年呢 姜维大将军 对 那退守与建阁守兵之时 魏国的正式将军诸会 率了十万曹军 想从正面来攻下成都 那么最后一道关卡 就是建阁这方 是 姜维再次聚守三月之久 当然呢 最终呢 据传说中途呢 咱们姜维这边的兵马 梁草全部用光 好来呢 姜维大将军就发动 全建门山区的老百姓呢 做小黄豆来犒赏士兵 以着建门山泉水 做出来的豆腐鲜嫩可口 非常的好吃 好来豆渣却用来为马 专程鼓舞士气 是 对对对 非常聪明 光是用这个豆啊 就可以做出这样的料理 对 到现在的二十一世纪 咱们建阁这些豆腐呢 有一百多种花样 以着它豆腐原材料 做出来的 建门豆腐菜式 有一百二十多种 烹调方式众多 尤其是三国豆腐宴 将三国文化与豆腐 做了文创的结合 更是值得品味 带着满足的心情 我们离开建阁 也数到难行 来到下一站江游县城 我们一路从这个建阁 来到了江游市 你会发觉这个天气 放晴 真的是很舒服 那为什么要来到江游市呢 因为它是南四路上 一个相当重要的点 那同时呢 它也是诗人李白的故乡 我背后的就是李白纪念馆 就当地为了纪念它 就盖了这样的纪念馆 那现在呢 我们就进去好好认识一下 这个中国最伟大的诗人 李白自太白好清廉俱世 李白是哪里人 至今仍有争议 有的说他是隆兴人 有人说他出生于中亚 吉尔基斯翠衍城 西元705年 李白四岁时 随家人迁居于锦州昌龙县 也就是今天四城江游 这个李白纪念馆 它里面展出的东西 到底是什么 那么我们这个李白纪念馆呢 它是一个专题名人博物馆 它整个展厅里面的东西呢 就是李白的生平简介 是 那么从出生到他死 还有周游全国各地 那另外一个最重要的呢 就是我们的名人自画博物馆 那是从我们这个六十年代到现在 收集的各个时期的名人自画 价值连城 李白纪念馆 古朴典雅续作唐代风格的古典 圆宁式建筑群 馆内收藏的文物有四千多件 最著名的张大千富豹石画作珍姬 与江南四大才子 柱芷山的书法珍姬等 非常值得一看 离开今年馆前 在太北堂之后 邓姐为我们吟唱了首 李白的续作 字幕志愿者 李白的续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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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似君不见 下雨走 虽然江游续续南四路途经的程序 但并没有留下任何的古道或遗址 不这里丰富的李白文化 让我们留下深刻的印象 离开江游 我们将继续前往下一个南四路重镇 琼来续 可以来到的这琼来市 琼来市是成都近郊的一个老县城 来到这边 其实因为这里有一个南四路 在保存商量管整的古道 我们就是要来寻找它 其实琼来市它有很多的古镇 还有很多老街 各位透过画面就可以看到 这旁边建筑真的是古色古香 很有味道 就跟这臭豆腐一样 好吧 那我们现在先逛一逛这老街 感受一下这个老街的氛围 走吧 琼来有两千三百多年的历史 是巴蜀四大古城之一 古城林琼 现在琼来续做繁华热闹的县城 逛一逛 发觉这两旁都是仿古建筑 然后商店邻里 很多当地人跑到这边来活动休息 感觉相当的悠闲 步调好像慢了拔拍一样 不过刚刚有一个新发现 就是看到这古街道的一个遗址 它就在这个步行界当中 不过是没有看到 科医所要找的这个古道 但是刚科医还是有看到一个雕塑 就是跟马帮有关的 相信这古道就在附近 我们再继续找一找好了 张鲜在阿富汗看到的琼竹杖 便是在这里出产的 接下来我们也会带大家去寻找 另外这里的奶汤面 据说也是一绝 其实一路上 来到这四路有很多的城市 很多的点 我们都会介绍一些当地的特产 或者是美食给大家 来到琼来市 这边有一个名小吃 叫做奶汤面 可以带大家来见识见识吃 我们来试试看 走 汤头特浓 用这个大骨熬制成的 而且我们看到这一些 还有一些碎鸡肉 这整个汤里面 还有这种鸡肉的香味 吃吃看这个波波鸡 刚看这个大娘 又加了好多辣椒这个辣子 吃吃看再来说吧 辣椒的香味 不是很辣 就有点像我们在吃 那兰州牛肉面的时候 要上面撒这个辣椒 这种味道很像 观众朋友呢 有机会来到琼来 一定要尝尝它的奶汤面 真的好喝 不说呢你可能不知道 琼来过去啊 就是林琼 那琼这个字呢 跟这个南方思路啊 有着重大的关联 这个稍后再告诉您 那其实来到这琼来市啊 这里啊 有一段这个爱情故事啊 就发生在这个西汉 那主角呢 就是司马相如 还有卓文君 卓文君当时呢 是当地一个富家千金 不过司马相如呢 他只是一门啊 这穷困缭缭的书生哦 来到这边游玩 认识了卓文君 两个人就相识相恋 最后还私奔了 然后当时呢 这个汉武帝啊 他就积极啊 想要开通这个西南夷 这司马相如 他麻省自见了 于是呢 这个汉武帝啊 就封他为官 他的衣锦还乡 就回到了琼来这个地方 透过啊 这卓文君他爸爸的帮忙 他就打开了这个整条商道 那琼来这个地方呢 他产了天然气 产盐 产铁啊 所以自古至今呢 都相当的富饶 我们可以看一看啊 这个城市啊 其实相当的进步 而且呢 很特别是啊 新旧并存 有古老建筑 也有现代的建筑哦 那接着可以呢 要带大家啊 就去探访一条古道 那我们要前往这个平乐古镇 好吧 那我们就出发了 在琼来市区 没有找到琼珠帐或古道 在多方打听下 终于在琼来所属的平乐古镇 有了消息 今天来到平乐古镇 有没有看到我拿雨伞 就知道又下雨了 走在古色古香的街道上 这下点雨啊 就感觉气氛特别的好 听说平乐古镇呢 有七十平方公里 这腹地相当的大 这一天都走不完 我们现在就进去逛一逛 走一走绕一绕 基于新元前一百五十年西汉时期的 平乐古镇 古城平落 石前鼠王开名叙徐旗 平落四面环山的绿色小盆地 即因休水利新农丧而起聚落得名 走在古镇当中呢 你会发觉啊 到处都是商店 而且真是什么东西都有卖 刚甚至还看到了网吧 真的是相当的进步 那不过呢 所以它这里面 真的相当的感觉啊 中间还有这个造景啊 西楼的造景啊 还有一些庭院啊 还有一些小桥 这氛围真的是相当的好 整个古镇除了建筑 还包有明清时期的风格外 里头卖的都是观光景区 看得到、吃得到的东西 不过很幸运的 我们发现了一间打铁老铺 看起来应该是很有历史的 我们知道重来这个地方呢 除了天然气啊 还产这个盐 还有这个铁 对不对 是 我看这边就有一家这个耶 打铁铺耶 这件那就是我们平德古镇 一个王室的打铁铺 它里面就是保持一个 原始的打铁铺帽的 正宗呢 厉害 你打几年了 正宗呢 正宗的 正宗的 不能喂 不是喂 正宗的 还要请翻译耶 不能第一次喂 正宗的 不能 是 正宗的 第三代 师傅,你打几年了 打铁打几年了 多少年 十二三岁可以学打铁 是啊 十二三岁就学打铁哦 哎呀 这句我听得懂 清货啊 清衣吧 啊 十一年 就开几岁了 是哦 所以这个店铺大概百年历史了 有 有哦 我们老爸九十岁了 老爸九十岁了 还要打 都很要打 还在打啊 今天打不打铁 打啊 打铁 打还没生火 还没生火是不是 要先生火才可以打铁嘛 来生火你们打嘛 打一打 下一段要带您来看清漢古一道 品尝居民西法豆腐跟麻辣烫 还要带您看乐山大佛 跟大熊猫来一个亲密接触 千万别走开 南四路的四川段旅程 马上回来